衝浪跟著走 知識你要有 大家好我是VAS的Sam YEEE 大家好我是VAS的SKY 然後呢為什麼我在這裡呢 其實我是衝浪界的小白 對於這種衝浪知識 其實我真的是不是很了解 我會覺得我的素質很強啊 我都拿板下去衝就好了啊 我就是克服 克服就好了 管它板子大還是小 浮力怎麼樣 所以後來我認識了Sam以後 他們常常跟我講一些什麼 那個Fin啊 我覺得你要換成怎樣啊 那些板子你要怎樣會怎樣 好啦我就來試試看 就哇好像真的有點進步 如果有對的工具 就可以更好玩 對 沒錯 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那我們今天就來研究一下Fin 那板子當然就是 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但是板子如果沒有Fin的話 也不能控制方向 然後今天我們可以來了解一下 Fin的歷史啊 它怎麼來的 然後可能Fin 不同Fin的設定 也來帶到算是現在全球最新Fin的品牌 叫做IndoorFin 這樣子 明白 其實Fin比較小小一個 我看它大小 就差0.5公分 1公分 所以那時候我一直覺得沒有差 但其實好像不是 也不是這樣子 就等一下幫我們解釋一下 好沒有問題 所以今天放在我們這個 Firewire板子上的呢 就是Firewire他們新創的品牌 叫做Endorphin Endorphin是英豆的Fin的意思嗎 不是這個英文呢 它其實我們都念Endorphin 可是它好像應該是念Endorphin Endorphin 對 它是一種快樂的時候 我們身體會釋放出來的一種荷爾蒙 Sam 我們那個Fin 我在網路上面查很多 其實它有很多不同的Fin 然後也有很多不同的進程 你可以大概跟我們介紹一下 Fin的所有進程啊 跟種類嗎 就是最早最早的衝浪板 它是沒有Fin的 它其實是用石木 然後非常大塊的石木 才讓它足夠有浮力 在差不多20年代的時候 就開始有不同的人去嘗試 在衝浪板底去增加一些不同的 類似像舵的東西來控制方向 所以其實Fin的意思 跟那個船舵是差不多意思的 對對對 明白明白 30年代的時候就有一個 夏威夷 它就在板上面裝了一隻Fin 就是一種比較復古的玩法 那也是第一種Dor叫做Single Fin 就是一隻Dor 現在我們通常會在長板上面看到 或者一些中長板上面看到 單隻的這種的 然後比較大隻這種的 喜歡玩長板 然後特別是復古的 會一些走板的動作 就會用Single Fin 明白 那譬如說Single Fin 它有一個很大的這個Dor以後 它旁邊再加兩個會怎樣 那個旁邊的通常叫做Side Bite 協助就是讓轉彎的時候的動作 可以更靈活一點 是讓它反而可以更靈活 對 是喔 是 就像很像我們滑板 它我們滑板輪子用大顆一點 其實它很穩定 可能依據我們的喜好 或者想要玩的浪行 可以先來選擇 我要用一隻FIN 兩隻FIN 三隻FIN 還是四隻FIN 那譬如說大的板子 有分成一定要用一隻 還是三隻 還是五隻 喔 這個其實就是跟Style 比較有關係 就是我想要 我想要玩什麼樣子的Style 怎麼樣子的風格 大多數的漁板是兩隻 但是如果我們去找一些更復古的板型 也有Single Fin的漁板 喔 可是現在大家是不是玩都兩隻嗎 兩隻是比較普遍的 是只是裝帥而已 我想說 我覺得我不用三隻 每次要兩隻這樣子帥帥的 但是這種 這種兩隻FIN 它叫什麼 Twin Fin Twin Fin Twin Fin 好用嗎 對 它在70年代 剛好在那個時候 也慢慢在流行 把板子越來越短 喔 玩短板 開始慢慢變 它為了想要讓Single Fin的短板 更靈活 它開始嘗試 把中間的單度 把它變成兩邊的雙度 所以70年代開始有這個 那把兩隻FIN放到旁邊呢 它的作用就是 讓板底有更多的水 可以過 可以過 OK 那相對它的板子就會比較快 然後比較滑 Twin Fin它的玩法就是可以 其實有點像滑板 在接下來就是80年代的時候 算是衝浪的一個Evolution 它的 進化 進化 聽得懂一些英文 對 然後在那個時候就是 也有不同的FIN的設定出現 那就是流行 一直流行到現在 那個時候 三隻FIN是現在目前最普及的FIN嗎 大部分大家都會選擇三隻FIN 那原因就是 因為專業選手都是這樣做 所以大家就跟著做 那我問題 我今天就是想玩短板 我就是想買一個板子 那最建議的一開始是用三隻FIN嗎 還是其實也沒差 我會覺得都體驗看看 然後一定可以找到自己最喜歡的 那你們會換FIN嗎 會啊 你們一下其實也會 會會會會 我完全沒有換過FIN 不同的Long就會比較適合不同的板子 那不同的板子就會 可以用不同的FIN來設定 它玩起來的感覺 好 那介紹一下我們桌上擺那麼多FIN 好可以 就是這邊是 算是IndoorFIN現在全系列產品 這個品牌算很新 然後他們陸陸續續在推出更多的東西 他們有一些共同的特性 它的這個設定呢 就是希望這個FIN它有浮力 這樣浮起來我可以撿到 對萬一如果它沒有被鎖好 還是忘記鎖 那它的這個設計呢 就是讓這個FIN如果萬一它掉了 它會浮在水面上 就是被浪把它衝到海岸 然後有機會會被撿到 不要成為海底垃圾 明白明白 OK 所以它用的是什麼碳纖維嗎 它是碳纖維喔 然後它比較特別的是 超級 它很輕 然後以前的FIN的設計 一直都是實心的 那IndoorFIN跟Calixer 他們做出這個研發是第一次 是空心的 又輕又有浮力 對 沒錯 然後大家會看到這邊 有一個材質不一樣的 它有木頭在裡面 長不太一樣 對對 Firewire的另外一個 核心引入 Rob Machado 然後它出適合它的板子的這個板型 那我們下一次可以再來做更多的介紹 那IndoorFIN它為了不同的喜好 個人不同的喜好跟設定 所以它有出三支FIN的 然後它也有出五支FIN的 五支FIN是讓你可以選擇 或者我今天要裝三支 或者我可以有四支的設定 就是它是可以用TWINFIN來沖 或者我也可以TWINFIN再加一個這個 或者加一個你手上的這個 來讓它更敏銳一點 OK 明白 不瞞你說五支FIN 裝五支這件事 我確實只有做波 對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底部不一樣 我們有這樣子 就是有這樣子的底部 有這樣子的底部 IndoorFIN就有出FCS2 跟FUTURES的FINBOX 所以依照你的板型 都可以去選 符合你板型的板子的系統 那我們看到FUTURES 它是整個實行的嘛 所以FUTURES自己的說法 跟有人也這樣子認為就是 這個比較有利 因為它接觸板子的面積 比較那個嘛 那FCS也有FCS的說法 就是不用到那麼多 這樣就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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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有說這樣子節省材質跟浪費 各有各的支持者 明白明白 然後那IndoorFIN的話 它在三支FIN的組合 跟五支FIN的組合 它就有分 它就有出小的size 中的size 跟大的size OK OK 2加2的話它就是只有出一個size 對 但是其實也可以 我覺得我想用小一點 我就用小一點 應該也沒差吧 也可以 其實就是可以做不同的嘗試 因為就是每一個人的風格跟喜好 本來就不一樣 然後IndoorFIN跟Kelly Slayer 他們現在最新的產品 叫做2加2 所以它其實是 是兩邊 旁邊兩個大的FIN 對 這兩側 對 然後它中間呢 依照今天我想要的靈敏度 浪行 浪行跟靈敏度 我可以在中間加一個叫做STUB 它就是一個短的FIN 那它就是2加2 兩個大的TWIN FIN 中間可以加一個 一個 對中間 一個而已 所以它也是 它就算是三支FIN的演變 但它這支那麼小 但是為了要有更大的動作 所以比賽的時候 它都是衝三支FIN 那這個設定呢 就是讓它不是在比賽 或者像在每天的浪框 那種更適合玩TWIN FIN的時候 可是如果我想要再多一點 動作啊 或幹嘛 對 就就可以加這個 譬如說我今天想要再力一點 我就可以加這個 那今天我想要輕鬆一點 我就可以這個 那它是不是 所以四支FIN是說 它玩起來的 就是風格的關係 它會玩起來比較流利就好 它沒有要玩那麼爆的動作 可以這樣說 是嗎 它的感覺是這樣子 那當然如果我們看 這些世界頂級的選手 他們不管玩三支還是四支 還是兩支 他們都可以 改變一下自己的身體 節奏跟重心 還是要爆 OK OK 我們常常會辦一些體驗的活動 例如像試衝會 Demo Day 什麼是試衝會 就是我們會帶我們不同的 Firewire的不同的版型 然後 跟不同的那個 Daw的設定 然後讓大家來體驗 所以你們會公開一個時間 然後帶著這些板子去海邊 所以我在這裡辦一個 大家都可以來試用 對對對 然後你們會有人教他 那就當然也非常歡迎 大家可以來到店裡面 然後可以看到這個產品 然後我們可以做更多的一些互動跟討論 這印尼上面一開始我真的覺得就是 還好啦 反正我就是 就覺得自己很會啊 都可以克服這些東西 後來才發現 其實這個想法不對 就是因為你時間少 你去衝 你就要好好把握那個時間 你要珍惜每一道浪 你只要東西對了 你每一道浪可以 真的可以做出來那種 哇開心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 沒有講到的 可以在那個影片下面留言 然後我們也會來做一些回應 幫我們跟增 當然你可以遞死我啊 不要遞死他啊 遞死我啊 節目到最後 我們還是要跟你講一句話 就是衝浪跟我走 知識你要有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開啟你的小鈴鐺 追蹤VST 7 7